你建议去旅行 建议去旅行 那个功课除了去看普通人去的旅游景点以外 除了去看普通人很喜欢去的餐厅以外 多多去感受一下充满文化气息的一些餐厅 一些地点 一些名人曾经到过的地方 你那个感觉 对你的情绪会有一个冲击 我叫林尹超 新颖的颖 超人的超 基本上我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年轻的时候 年轻时候你想去看很新奇的东西 很热闹的城市 比如说你会很想去纽约 去东京 去香港 去北京 上海 去看那些所谓向往的一些城市 去学很表面的一些很热闹的东西 当你人到中年以后 我会觉得我本身会比较欣赏去看比较深入的文化之力 尤其跟文化的东西 基本上我到了每一个城市 我会先去看它一个地方 博物馆 他们说你看一个国家的文明的程度 你看两个东西 一个是看它的博物馆 一个是看它的监狱 那监狱我们没有机会去 因为一个国家没有人权 第一个没有人权的地方就是监狱 第二个就是那国家呢 它的文化有多么的深 有多么的久 有多么的旧 就看它的博物馆 第一次去东京 去纽约 去欧洲 去英国 第一天一定去看它博物馆 因为那个会带出给我们很多很多东西 就好像几年前我去了韩国 汉城 很多汉人 我看没有几个人去博物馆 我去找博物馆 我还买了一本书 才发现汉城呢 在韩国呢 之前呢 都是用汉字的 他们官方的文件呢 都是以汉字来写的 所以有时就跟一个韩国朋友聊几天 他说 我们韩文有很长的历史 后来我就拿出他们的国立博物馆 出的一本书 给他看 他说哇 我都不知道以前我们用这么多汉字 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汉字 都收录在他一本叫做 韩国的一个文化的一本书里面 都写得很清楚 现在我去呢 比较欣赏 比如说我去东京 我会很欣赏一些 有文化一点感觉的东西 我从来不喜欢去那种很大的餐厅 我去东京呢 我可能我会很欣赏去一家 前草 因为前草是东京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地方 很多文人在里面 所以那边就有很多跟历史有关的一些 小茶馆啊 一些小餐馆 都不大 都很小的 我曾经朋友带我去一个餐馆 当然人很多 位置也不大 然后他就告诉我 这个位置以前是日本的一个 第一个拿诺贝尔讲的小说家 他名字叫川段康城 日本第一个小说家 这位置他曾经做过 但是他也不理你 你要做也可以 不像有些国家 可能在中国 他就把这个位置留起来 是我们在做过 我很欣赏了 就比如说你去巴黎 你会去一些地方叫里东 比如说 那个地方是一些海明威 市场去的地方 我会很想去这种有一些历史的一些地方去感觉 以及去那种很大的餐厅啊 比较深一层的一些感觉啦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去京都去感觉一些东西 除了当然留点我会去好的餐厅 但是你会感觉那种日本的一些文化好像 外国知道有的东西都讲不出来的东西 好像有个字叫做物哀 一个日本的一种文化 就比如说你看你这个布置 它的木板呢 它都不上色的 它就是很原始的东西 物是人物的物 哀伤的哀 这个概念呢 是一千多年前 在日本的一个女作家把它引带出来的 叫原氏 饮水之源的圆 一个女人把它写一本书 就带出整个日本的一个文化叫物哀 所以今天你看一个日本的陶瓷 它可能不规则 它可能很粗糙 你去一个日本的餐厅 那个木板是老老旧旧的感觉 那个就是一个日本的一个雾牌的一个文化 在里面 我很欣赏这个东西 感觉很舒服 而且不是一个人造的东西 就是会把你内心里面的情绪 会带出来的一些东西 我很享受啦 这些东西 不是每个国家有的 在日本保存的很好 在日本你看很多那些小的餐馆啊 他就做了三代人四代人 也没有说去做Franchise 做一些连锁店 他不在乎这个 他就默默耕耘三代四代 所以在日本也有全世界最古老的餐厅 你会在日本发现到 在其他国家可能就被拆掉了 建议去旅行 那个功课 除了去看那个普通人去的旅游景点以外 除了去看普通人很喜欢去的餐厅以外 多多去感受一下充满文化气息的一些餐厅 一些地点 一些名人曾经到过的地方 你那个感觉 对你的那个情绪会有一个冲击 可能若干年后你回想那个地方 很多地方你都忘了 但是你会记得 在卢浦宫那个最大的油画 你会记得 那个海明威曾经时常去 跟朋友聊天的一个cafe 叫Le Dome 在巴黎 你会记得一个小小的一个茶 是在东京的某个角落在浅草 默默就是在生存着 一些芙蓉的 就是深美兰的一些咖喱 它们的咖喱跟其他州有点不同 它们是明南咖喱 因为你的深美兰的马来民族 是从印尼移民过来的 它们有一些很特别的咖喱 是跟其他州里也吃不到的 它们是没那么甜 它的味道比较香 包括葫芦也是有一些很著名的 一些食物 拉萨等等的 就是深美兰特有的一些东西 都蛮欣赏的 但我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吃那个粤菜 就是已经马来西亚化的粤菜 不是真正的那种香港的粤菜 有几道菜都是马来西亚人发明的 比如说奶油虾 是马来西亚厨师发明的 香港是没有的 有很多这类新的东西 那些人马当然也是马来西亚开始的 肉骨茶也是马来西亚开始的 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多关照 这些马来西亚食物把它发扬光大 新加坡就做得非常好 把一些食物 本来不是变成是它的东西 把它发扬光大 马来西亚是缺乏这种东西 很简单 跟丽亚去爬山 他最近不是听说很多旅行团 去东马那些原始森林 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人也不多 是多20个人 他刚告诉我16个人 去了沙巴的某一个原始森林 而且这个森林以前 马来西亚人都没有机会去的 基本上从年头到年底 都是给老外包掉的 现在马来西亚人终于有机会可以去 应该多去这种地方 都是爽心悦目的地方 因为城市看太多了 如果看历史呢 我很喜欢去一个地方 槟城 很有那个感觉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槟城开户的 就是外国人在槟城的 还比来活时去新加坡开户还早 所以槟城今天留下了很多很多 历史的东西 可以慢慢去品尝 花半天一天 走走那个古城 槟城的古城 找两个小吃 我是觉得槟城是一个保留 比较完整的一个地方 而且政府也尽心尽力去推荐它 槟城是个很好的地方 我有些香港的朋友 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槟城 我也有一些台湾朋友 告诉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槟城 他一去到槟城 哇他讲这个不是70年代的香港吗 这个不是80年代的台中吗 所以槟城是很像70年代的香港 80年代的台中 是个非常好的旅游景点 我非常想去古巴 就古巴还没有开放之前 我非常想去古巴 因为这个东西感觉到一开放以后 历史就不会重演了 它的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就消失了 因为古巴还保留了 当年共产国家进去的时候 当然现在还是共产国家 还保留了很多东西 你可以看到很古老的车 听说最近这两年奥巴马开始的时候呢 已经改变了很多 但是还有很多的东西保留在古巴 我非常想往去古巴